大家好,7月9号是基辛格访问中国50周年纪念活动 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在会上也致辞 大家知道1971年的7月9号到11号基辛格秘密访问中国 为美国和中国关系正常化以及尼克松访问中国铺平道路 7月9号在纪念活动上基辛格也发表了讲话 基辛格现年是98岁 他的会上提到他的访问为时任总统尼克松在数月后访问中国 以及中美在数年后建交铺平道路 尼克松访问中国的成果就是在美中之间建立一系列相互了解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美方认识到中国人民把台湾视为中国的一部分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而美方不会挑战这个基础 同时毛泽东也清楚表明台湾问题会需要长时间来解决 那基辛格呼吁说我们美中需要对话 就像我有幸促成的尼克松与周恩来毛泽东在1972年对话一般 以化解两国的紧张气氛 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也发表了讲话 王岐山指出 美国对华的战略要避免形成误导误判之间的恶性循环 美方以竞争为名,把中方打造为假想敌 刻意营造猜忌对立,胜败对决的气氛 可能导致战略误导,诱发战略误判 战略误判,放任战略误导 美方应当认清自身的最大挑战不是外国 更不是中国,可以肯定的说就是美国自身 王岐山说,希望美中两国能够求同存异 双方着眼新形势、新变化、不断拓展共同利益 世界在发展,中美之间可以合作的领域不是缩小了 而是更大了,要加强人员交流 夯实两国民心基础 他说,滥用国家安全,操弄意识形态分歧 给两国正常交流,设置障碍,是逆历史潮流而动 这个我觉得从两个人的讲话来看 这个基辛格,他实际上在美国国内 他的影响也有限 所以他能不能转变美国人的思维 也很难,我个人认为很难 纪念基辛格访问中国50周年 1971年访问中国 我觉得这个事对美国的影响应该是微乎其微的 美国在这个事情上不会有任何转变 这是我直接就看法告诉大家,美国绝对不会转变 因为现在这个时候是关系到美国生死存亡 和1971年那个时候不一样 大家知道那个背景 1971年是美国和苏联在竞争 而且美国被苏联压制 美国那时候是很弱的 被苏联压制的 急需一个什么 急需一个助 就是帮助 帮助 来反制苏联的这么一个战略抓手 特别是和中国之间 一拍即合 双方是有一个 说白了 是有一个共同利益在 今天是什么关系 今天中美是竞争啊 所以我觉得基辛格这个话 要么就骗中国人的 中国人和美国人之间是吧 都沟通 然后恢复到以前的对话 一直在沟通吗 不都沟通了快50年了吗 基辛格访问中国 不一直在跟美国人沟通吗 不建交了吗 沟通50年了 越沟通 大家互相之间矛盾越多吗 就像两口子说过到一起 越过 摩擦越多 为啥 两个是竞争关系 中国和美国之间 越接触 它越有摩擦 而且中国已经深深的 怎么说呢 嵌入到美元体系 美国呢 现在正要想排斥中国 这个竞争一直都存在 怎么可能恢复到以前那种状态 互相之间不竞争 不可能 所以你看我节目 跟你说实话 基辛格这个东西啊 实际上就骗中国人 那我跟别人想的不一样吧 就是骗中国人 中国人不要上基辛格的档啊 说中美能恢复到以前 中美能够对话 通过对话解决问题 解决不了问题 能解决早就解决了 中国以前释放的善意足够了 太多的善意了 现在这个阶段 美国明显的就要防止中国超越美国 拿意识形态只是个借口 实际是国家利益 拿意识形态来打你 高举意识形态大旗 说白了就是拿这个 拿这个意识形态来拉拢盟友 一起来围堵中国 就按你看不懂吗 所以就是好能把大家 用意识形态捆绑到一起 绑到我的一个战车上 与意识形态 然后一起来碾压你中国 把你中国干掉 根本不可能有对话 中国和美国之间 现在我觉得长期来看 十年左右不可能有对话 有对话互相之间 也是互相之间呛 你看王岐山这个话 呛的多明显 问题不带中国吗 美国自身的问题 这中国方面也很横啊 其实中国方面也很 对美国也很不满 你从这王岐山这个讲话 你可以看 为啥两边都是竞争关系 我怎么可能是放下身段 你要是八十年代 七十年代 那个时候你看中国和美国对话 有这个气氛吗 没有啊 根本不需要 两边心照不选 我中国就是弱 跟你跟着你美国一起 进入美元体系 一起对付苏联 多明显啊 中国还会跟美国挑这个问题吗 问题在是吧 在你美国自身不在于中国 那时候哪有问题啊 中美哪有问题啊 那时候中美没啥问题啊 你忘了八十年代那时候 那中国人看好莱坞大片看的 九十年代那移民美国移民呢 把美国都当成什么 当成这个宇宙的尽头了 北京人在纽约 你看那时候 有问题吗 中美没有问题啊 现在为啥有问题 中美在竞争啊 那基辛格现在又画大饼 说中美可以什么 可以和平的解决问题 解决不了 谈能解决问题呢 早就解决了 也不会有什么对抗了 特朗普上来 没跟你谈呢 上来直接给你 三班府下来制裁你 拜登呢 拜登跟你谈了吗 也没有 不要幻想啊 我告诉大家 你看我节目 我就从来不跟你幻想 直接告诉你最真实的东西 这世界真面目就是这样的 基辛格在给你画大饼 基辛格 其实他在美国影响力也有限了 他能影响谁 在基辛格 前朝都多少 98岁了 谁还听基辛格的话 美国现在的地缘政治 这些专家 他有自己的想法 中美 我告诉大家 说实话 就是竞争 你抓住这个逻辑 未来看中美没跑 就是竞争 而且是越来越激烈的竞争 说的话 可能会越来越难听 但是一定不能打 说白了 两边都有原子弹 谁和谁打呀 只能发生什么 冷战嘛 只能用冷战 要么意识形态冷战 经贸又挂钩 又不能搞经贸冷战 又不能脱钩 美国倒是想脱钩 美国现在一直的政策 就想跟中国经济 科技脱钩 不让中国留学生去美国 就想干这些东西 但脱不了钩啊 两边欠的太深了 那只能意识形态脱钩 先思想上给你脱钩吧 咱俩个意识形态打嘴仗吧 互相骂吧 你看中国也骂美国 美国也骂中国 意识形态呗 先把盟友绑在战车上 绑在意识形态这个战车上 碾压你中国 然后经济上 等我不完局了 稀图也布局完事了 高科技产业 产业链也从中国转移走了 那时候在贸易上脱钩呗 文化上经济上慢慢脱钩 这是中美未来的现实 我今天真的一点假话都没有 说的都是实话 不要上当 不要上这个基金格的当 还忽悠你 中美还能对话 通过对话解决什么 你听他说吧 绝对不可能的 我今天就告诉你实话 另外王岐山在跟美国 我觉得在诉苦 王岐山在诉苦 意识形态把中共 把中国一直压制 中国没办法 中国在意识形态方面 就是矮人一截 你意识形态有什么自信吗 全世界多少国家 跟你意识形态一样 他没有啊 一提民主自由 你看人家都抱团 中国觉得孤独 你看王岐山这个东西 其实说这话就是啊 就是来诉苦 说你不地道啊 你们跟我打意识形态 把我打得好惨啊 你看美国啊 对对中国其实有办法的 但同样呢 中国啊 我觉得针对美国这种意识形态 这种绑架 或者意识形态这种对抗 我觉得中国只能会越来越严控 意识形态 这就是未来发展 意识形态方面会越来越严控 现在不就是逐渐逐渐 你看啊 广播电视 所有的东西都控制住了 意识形态方面 这就是趋势 把这未来整个跟你说清楚了 竞争是一定的 而且越来越激烈 没有办法 这就是地缘政治决定 中美一定要争处一个胜负 很多人的幻想中美共存 中美两国共存 第一只有一个 真的 别他妈幻想了 第一名只有一个 那他妈说两边共存的 两个第一名 你那是做梦的 第一只有一个 不管哪个方面比较 国力也好 成绩也好 只有一个 一比较就是 哪有并列第一 只有一个 意识形态更是 意识形态更是你死我活 只有一个第一 能做到意识形态共存的 现在很难 因为他国力的竞争 双方意识形态又这么大分歧 一定互相打意识形态牌 互相骂对方意识形态 你看懂了吧 我这频道也跟别人不一样 我就把实话跟你说出来 越来越血腥 越来越对抗 啥的片甲不由双方 你看着 好在什么呢 好在咱们提前知道了 提前给你剧透了一下 不要有什么紧张的 看戏就好 咱们本身就是个看客 这两国家其实最后发展来发展去 也打不起来 还是 老百姓你看懂了以后 在中美这个竞争的时候 尽量尽量别崩子一身血 离得远远 别把自己 自己身家性命搭进去就行 你看现在这个比如说有些企业 滴滴不就搭进去吗 身家性命搭进去 没明白中美的竞争 这个对抗 挑战中美了 挑战中美 其他也没啥可说的 中美你就记住 就是长期的竞争 这是主线 因为第一名只有一个 中美一直在干啥 不都磨刀祸祸祸 要争这个第一吗 一直是对抗 谁在给你灌鸡汤 说中美可以并共存 中美可以一起 一起用谈话 用对话来解决分歧 那都是忽悠人的 都是忽悠人的 不要信 一定是对抗 而且越来越激烈的对抗 那是杨发生的 来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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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定